为了梳解新城乡的裁员拮据问题 新城乡公所举办110年度路灯任养活动 任养一盏灯可以送电影票一张 也欢迎乡亲可以踊跃任养住家附近的路灯 每一盏任养费一年只要600块钱 台九线上每一盏路灯的任养是1000块钱 今天下载贺利财表示 110年度持续路灯任养一盏就资政电影票一张 欢迎乡亲永悦任养住家附近的路灯光明灯 每一盏任养一年费用只要600元 台九线上每一盏路灯任养要1000元 非常的谢谢我们大众对新城乡的路灯任养 非常的感谢 就是我们的光明灯 除了到庙里面去任养个人的光明灯以外 也在乡内在这几年当中对新城乡非常的支持 除了任养这个光明灯以外 除了能够照顾自己也能够照亮马路 让所有的行人用路人的安全非常的感谢 在去年新城乡任养的路灯达到2500盏左右 今年度我们路灯任养要开始了 欢迎我们广大的乡亲能够继续踊跃 来给我们路灯任养 这次也一样路灯任养的部分 送我们一盏路灯我们也送秀泰电影城的一张电影票 在台九线的部分是一盏是1000块 但是我们要七段来任养 它在乡内社区里面的道路灯是一盏是600元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永远来给我们支持 我想除了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我们所有的用路人 谢谢各位乡亲的支持 路灯任养除了我讲过能够照亮他人能够让用路人安全以外 也可以来作为这个抵税 也要谢谢我们秀泰董事长 廖志德董事长 常理来对新年乡的支持 给任养路灯的人能够来给予一张电影票 我们都表示非常的感谢 这边祝各位新年快乐 新年乡所表示 公所将依任养你的意愿 在灯杆上标示任养者的名称 表彰热心公益 秦善积德 并开立收据公任养者以所得税法规定 可列举扣除所得而减免税捐 另外路灯任养表示 只要任养公所会在灯杆上标示任养者的名称 也会成为专属的招牌 同时也解缓地方财政的困难 但路灯照亮夜晚回家之路 更是一举处得 记得久了 谢谢大家